哈喽,大家好,欢迎来到水手做美食 今天我们来包粽子吃 首先把糯米清洗干净 浸泡2-5个小时 粽液,包粽子用的马莲草 粽液,马莲草,洗干净 冷水泡20分钟 然后分别用开水煮软 大概煮20分钟 我今天准备了三种粽子原料 咸蛋黄,腊肉,蜜枣 咸蛋黄和腊肉粽是咸味粽子 所以我们要把糯米用盐和生抽搅拌均匀 先来包一个三角粽 取两片粽液重叠 从中间向外卷成漏斗状 用剪刀剪掉叶根和叶尖 往漏斗里放糯米和腊肉 压结实 往里折叶根叶尖 成三角形 用马莲草绑紧 用马莲草绑紧 一个粽子就完成了 我们再来包一个四角粽子 折成长方形 放糯米和腊肉 往里回折中叶 用马莲草绑紧 粽子包好后 用大火煮开 再小火煮一个半小时就可以了 好 我们的粽子煮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我首先来开一个四角洞子 我首先来开一个四角洞子